你哥就是一骗子 连扇了宋宁峰两个耳光 你哥就是一骗子 关键就是原剧本 根本没有打人巴掌的戏份 这直接把宋宁峰给扇蒙了 不得不说宋宁峰脾气真好 还能顺着眼下去 但是台下的嘉宾 直接被这样的操作给看猛了 本来宋颜飞的演技就不好 这一行为就像是一个导火锁 平稳的纷纷灭灯 导致宋颜飞最后的成绩并不好 张子怡在这个节目中一向是以犀利著称 毫不留情地对了出去 更不要说李承卢老师了 经典语录都被宋颜飞尴尬的演技 给尬出来了 就如坐振战如莽自卑 如梗在喉 张继中表示都看不懂宋颜飞演的什么 他还对自己的家戏感觉自我良好 这个女生来 我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来了 宋颜飞剧本里确实上面就写着 你要扇她嘴巴 但是你扇了两次 这两次其实是我自己 就想说万一一次不够 可能情绪到了 能不能再多一次这个样子 因为白鹿可能也是一个稍微 神经有点崩的一个人 因为你第二次给了她嘴巴以后 宋颜飞很难站着还能跟你搭戏的 按理说如果我是这个宋颜飞的角色 我立马就走了 连一项跟张子怡唱反调的爆蕾都灭了灯 但是非常抱歉 女孩子后来假的我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把她灭掉了 这一下让宋颜飞可绷不住 直接身位俱下开始卖惨 但是张子怡可不吃这套 当场对了回去 我大概有一年多没有接戏了 然后也去试镜了很多次 但是可能得到的反馈都会说 因为我长得太有攻击性了 那真新鲜啊 没有绝对呀 我这么犀利都没人说我有攻击性 说实话更有攻击性的不该是你的长相 而是你的手吧 宋颜飞被你扇的都要站不稳了 与其在这卖惨 还不如花点时间提升一下演技